原标题,印度突然无端开炮,发解猝不及防,接连至大亏刺伤多人作者,全新名。 图片来自网络在印度地区霸权思想的主导下,印巴两国之间的克什米尔地区流血冲突,一直都在持续的间歇性发生,该地区已成为南亚揽制全球最大的战争策源地之一,也让该地区人道主义危机没有中断过。 当然,印度一直都在克什米尔地区,保持着大量驻军,几乎从来都是主动发起挑衅的一方。 刚刚有消息传出,印度再次发起突然袭击,导致八方军队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遭受了重大伤亡。 4月2日,海外网员引进日俄罗斯报道称,就在消息当天,印度军队在克什米尔地区,再次突然向巴控一侧发动攻击,八方军队掩在仓促之中,并没有来得及做出有效的反应,最后造成了多名军人遭遇伤亡。 事后,据巴基斯塔军方新闻局披露,八方遭到了印控克什米尔地区部队的无端攻击,也三名英勇的军人,在执行义务时现出了生命。 据悉在此次袭击发生前一天的一日,印军也发起一轮攻击,造成八方军队四人死亡。 诸如此类的交火事件,在克什米尔这个独栽多奈的地区,已如家常便捉一般寻常了。 据此前有一份统计数据表明,在冲突最为频繁的2017年,像这样的交火事件就发生了七百余次,不仅导致印八双方军人的重大伤亡,也让大量克什米尔无辜平民遭受了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 当然,跟此次一样的是,交火事件也几乎都是因印军挑衅在心而引发的。 印度的强权政治,在克什米尔体现得淋漓政治。 至于印度之所以屡屡率率先发起挑衅,除了印度政府的地区霸权本性作色二来,也跟当年英国殖民者撤出南亚地区时埋下的一条霍干蒙巴顿方案息息相关。 这一丑明昭著的方案名义上将克什米尔地区,当成印巴双方的缓冲区,但却让印巴两国为此而干戈不断。 虽然后来在国际社会的调停下,在该地区却立了一条控制线,又签订了停火协议。 但印度基于自己的霸权野心,一直都想将整个克什米尔归于己有。 由此,该地区连年爆发流续冲突。 可既是由于宗教信仰各异,又因为印度军方的残暴,便导致印度驻军在克什米尔地区一直不得人心,不受欢迎。 因印度长期在克什米尔地区施暴,使之该地区成为了人道主义问题的重灾区,由此也产生了大量具有强烈反印度倾向的武装组织。 比如,二月中旬,武装分子就袭击了军车队。 三月初以来,武装分子通过狙击、绑架等方式,仍然在不停地骚扰印度驻军基地。 然而,印度却不仅丝毫不止反攻自行,还把这一切无端归罪于巴基斯坦身上。 如二月底开始,便骤然更加剧烈地对克什米尔的八方区域发动军事打击,甚至还将军事行动深入到八方境内。 整个三月份,大大小小规模的冲突就一直没有消停过,导致印度八两国之间,军事对抗的烈度直线上升。 双方一度在海、陆、空各个方向,形成了全面较量,两国都几乎走到了战争深渊的边缘。 不过印度的霸权如果无止境的膨胀,也并会让其付出巨大的代价,八方的报复行动,也是不会手软的。 就在上个月的二十五日深夜,八方前线部队便对克什米尔的印军阵点展开了猛烈的炮击。 此次行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上午,让印度军队保长了八方军队通过炮弹所表现出来的愤怒。 在已实际行动,对印度事业严厉警告的同时,也让印军的嚣张气焰,得到了暂时性的压制。 可印度的霸权野心,很快又高涨了起来,此次居然接连两天主动发起挑衅。 看来可以预见的是,八方军队在连吃大亏之后,印军遭到报复的十日,又位置不远了。 谢谢大家, était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